你好,欢迎回到民法典200讲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虚假行为 你知道了这是一种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一讲我们要说另一种行为规则 隐藏行为 这个行为类型和我们之前说的虚假行为不太一样 它是指用一种民事法律行为隐藏另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你会发现,这里面包含了两个行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会怎么认定两种行为的效率呢? 要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一个案例说起 蒋老板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 因为经营状况不好 就没法向银行贷款 无奈蒋老板只好找到李老板 向他借了5000万 约好一年后还钱 两人没打签条 为了避免借钱不还 就直接签了个5000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双方口头约定 如果按期还钱 卖房合同作废 如果不能按期还钱呢 为了抵债 蒋老板就要给李老板交付合同上写的 10套商品房 每套500万 刚好5000万 后来接待到期 蒋老板来还钱了 可麻烦来了 今日不同往日 房价涨了 以前值5000万的房子 现在值8000万了 李老板把合同往桌上一拍 摆手就说 我不要钱 就要房 蒋老板一听 也不干了 当初不是说好了 卖房合同只是沾一试一试 还钱就作废 咋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李老板不接这个枪 指着合同 来来回回 就一句话 白纸黑纸的合同摆着 谁敢不认 案例大致就是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两人签的卖房合同 会生效吗 如果生效 那蒋老板就得把价值8000万的 10套房子都交出去了 可能有些同学会想 虽然两人之间口头承诺过 只要按时还款 卖房合同就作废 但毕竟双方没打接条 白纸黑字的也就只有这份卖房合同 所以应该以这份合同为准 但我要说的是 这份卖房合同是无效的 因为这是双方的虚假意识表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理解这个结论 就得说到我们这一讲要学习的隐藏行为 简单来说 隐藏行为就是双方合谋 用虚假的意思表示 隐藏真实的意思表示 就像我们开篇说的那样 隐藏行为其实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虚假行为 另一部分是双方背地里的真实意图 也就是被隐藏的行为 关于隐藏行为 原来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没有规定 只是规定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 但其实这只是隐藏行为中的一种形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从逻辑上推演就会发现 除了以合法隐藏非法这一种情况外 隐藏行为还应当包含另外三种 一种是以合法掩盖合法 比如说双方碍于情面 本来是要交易的 但在表面上却用一个争语行为来掩盖 后两种分别是以非法掩盖非法 和以非法掩盖合法 这种用非法形式做掩盖的一般比较少见 出现这种情况 大多是因为双方当事人搞错了什么行为是合法的 什么行为是非法的 但这些行为也都是存在的 所以民法典用隐藏行为四个字 来包含这四种情况更严谨也更确切 好 刚才我们说了隐藏行为的含义 但我们知道学习隐藏行为 是为了能更好的预防法律风险 以及及时维权 那回到日常生活 我们怎样才能及时辨别隐藏行为 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呢 接下来我就为你介绍三类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隐藏行为 咱们挨个来说 第一类是隐藏了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主体 也就是说在一个民事法律行为里 表面上有个虚假的主体 被隐藏起来的才是真实的主体 举个典型例子 借名买房 现在北上广很多大城市都有限购令 有些人就会借他人名以买房 房产证上写的那个人是假主体 出资买房的才是隐藏起来的真主体 借名买房很容易出现法律纠纷 当事人双方常常会陷入 到底谁才是房产所有人的争议当中 所以你也要注意 自己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好对方的当事人到底是谁 避免事后出现纠纷 这就是第一类隐藏行为 它的特点是隐藏行为主体 接下来咱们说第二类 隐藏民事法律行为的课题 也就是在民事法律行为中 隐藏了标的物的性质 标的物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假设蒋老板和李老板 定立了一个买卖花瓶的合同 标的物就是花瓶 那什么叫隐藏标的物性质呢 比如合同上写的是普通花瓶 可实际上倒卖的是不允许流通的文物花瓶 虽然都叫花瓶 但你合同上少写了几个字 这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普通花瓶的买卖合同只是一个幌子 背后的实际行为是倒卖文物 这就属于隐藏客体的隐藏行为 而第三类是隐藏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 这也很好理解 比方说双方当事人之间本来是买卖行为 为了逃税两个人一合计 就把买卖行为变成了一场充满有爱精神的争语活动 这就属于隐藏的行为性质 这种情况也是隐藏行为里最常见的一类 好 现在你知道了什么是隐藏行为 也知道了隐藏行为有哪些类型 那我们再来看看开头的案例 说白了 两个老板签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表面的行为 实际上签这个合同的真实意图是担保 这样名为买卖 实为担保和借贷的情形 就属于隐藏行为里对行为性质的隐藏 说到这 可能有些同学会想的 既然隐藏行为里有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 那就是弄虚作假呗 所以应该认定行为无效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前面我们说了 隐藏行为实际上是有两个行为 所以认定隐藏行为的法律效力 要对表面行为和被隐藏行为分别认定 其中的表面行为很好理解 它是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 应当直接认定为无效 至于被隐藏的行为的效力 民法典第146条第2款是这么说的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它的意思是 被隐藏行为的效力 要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来判断 如果被隐藏的行为是担保 就要判断在法律上能否担保 如果是争语 也要看争语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这就告诉我们 一个行为不会因为被隐藏了 就直接失去法律效力 而是要看法律的具体规定 法律规定有效则有效 法律规定无效则无效 好到这里 对于开头说到的案例 结论就很清楚了 首先呢 两位老板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只是表面的虚假行为 所以没有法律效力 其次 双方的真实意图是 用商品房买卖合同来当作借款担保 虽然这样的担保形式 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但却是双方的真实意识表示 并且也没有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 所以在司法时间中 这样的担保行为是有法律效力的 更具体的原因 其实跟担保制度有关 不是我们这里要重点展开的 你先留一个印象 我们之后讲到合同部分 还会再具体介绍 也就是说 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属于虚假行为 蒋老板只要按时还钱就行 那如果蒋老板不能按时还钱呢 李老板也不能直接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原因还是一样 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行为 胡销 那怎么办呢 蒋老板只能请求法院 把这些房屋拿去拍卖或者变卖 用获得的价款 偿还借款 还债后多出的部分 仍然属于蒋老板 好 关于民法典规定的隐藏行为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来为你总结一下 这一讲的内容 第一 隐藏行为 就是双方当事人合谋 用虚假的意思表示 隐藏真实的意思表示 第二 表面的虚假行为 没有法律效力 被隐藏行为的法律效力 要依照现行法的规定来处理 换句话说 被隐藏的行为 如果合法 那一言有效 如果违法 那就无效 课程最后 我想请你分享一下 你在日常生活中 或者在新闻报道里 还见过哪些隐藏行为呢 欢迎你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明天再见